古老話說,人有三隱,腦有三戒 什麼話?戒什麼?什麼隱 我是說,戒了煙隱,戒了酒隱,這樣對身體才好 雲糕斷,煙酒不君家,還有用用隱 繼續往下,看下去吧 有句老話,人有三隱,腦有三戒 指的是哪三條隱呢? 第一個就是煙隱 屏幕前有多少人是吃煙的呢? 你的煙靈又有多少呢?留言分享一下 吸煙危害健康,大家都知道 但是吃煙的人還是這麼多 根據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2020指出 我國吸煙的人數已經超過三億 不單是男性,還有女性青少年 每年都有一百多萬人因為吃煙影響到健康 甚至失去心靈 為什麼吃煙會上癮又戒不了? 因為煙裡有一個離古丁可以令人短暫放鬆 有一種愉悅感在這裡 長期吸煙的肺就不太健康了 就算是二手煙三手煙都是的 二手煙比一手煙更差 你吸煙後就不要馬上去抱它,去抱它 為了家人的健康,最好就戒掉它 但是是不是有些煙疹 說想戒又戒不了,說要戒又再吃 尤其是壓力大的時候,還會多吸兩支 慢慢的煙癮就越來越大,形成一種習慣 看回忍字,是病字旁的,即是不良的癖好 如果要戒的話,撕掉那支癮的話 靠的就是要過日的意志 可以試試,當習慣想拿起煙來吃的時候 又或者覺得有壓力想吃煙的時候 試試轉延注意力,不要吃煙 改一下做運動,去跑步,或者做幾個好餐 循序漸進,慢慢開始減少食煙 我真的見過三十多年的煙靈成功戒煙 大家可以試試 講到這裡又問問你,歷史上出名的煙產是哪位? A.紀曉南,B.和生,把你的答案打出來了 第二條癮就是酒癮,正所謂煙酒不分家,煙酒時趁家 酒自古以來都是飲食文化重要的一環 喜事好事要飲酒,慶祝開心的東西又要飲酒 傾生意都要飲酒,沒有酒是不像樣的,步酒不歡 但就連不開心的都要倒兩杯,正所謂一罪戒千仇 但酒入仇場,仇更仇啊,老友姬 小雀就宜情,大雀就傷身兼傷心 過於貪杯就會影響身心健康 尤其是那些有酒癮的人,酒癮是會接受的 即是那些食飯他都要倒兩杯,身上隨便可以拿一瓶酒出來倒 不喝他是不舒服的,覺得很不習慣,好像給你咬 好像餐減些什麼,要喝得醉醉他才會安心 有這種情況的人就要注意了 因為他的機體對酒精成癮,形成一種依賴性 再加上酒精有麻痺的作用 喝酒促進人的多巴胺分泌,令人放鬆開心 產生一種短暫的神經性亢奮 尤其是有壓力的時候就心思思想倒兩杯 慢慢就形成習慣,慢慢就會上癮了 雖然喝酒是一種氣氛,可以放鬆心情 但不要過量,點到即止就可以了 不是的話就會傷肝又傷胃 說到這裡又想問問你了 人稱走先的是指哪位人興呢? A 李白 B 毒譜 留言告訴我吧 第三條癮你覺得是什麼癮呢? 有人說是賭癮,有人說是毒癮 其實都不是,當然這兩樣都是不好的 隨時家破人亡 但是這裡說的第三條癮其實就是色癮 色癮應該是這三樣當中最難介,最複雜的 前面那兩個都是心癮 但是色癮就是心理和生理的需求 如果你說年少氣成,血氣未定都難怪 但是人到中年就要學懂解釋 事關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各項的機能就開始衰退 如果過度的話,只會導致神器虧損 損傷氣血影響人的免疫功能 若然不懂得克制,真的會影響整個家庭幸福 三條癮最厲害就是這個人,你有沒有呢? 所以煙癮雙肺,酒癮雙肝,色癮就雙腎 老祖宗教樂是沒錯的 人有三癮,老有三戒 人年紀大了就要懂得撕掉那副癮才會長壽 五十支天命,凡事要懂得節制才是成熟的表現 但是講完這個話題,問題來了 不吃煙不喝酒的,又是否很難忍呢? 留言告訴我,分享一下,未必見解 我們下一期再見,拜拜 五十支發生,一切、五十支愛